各位安安,我是SPYRAL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覺得那些高手 每個人玩沙漠之音都準得要命 自己每次瞄準人卻怎麼都打輸呢? 今天讓我來分享如何用沙漠之音 準確擊殺的人的方法吧! 影片最後再附一種一定能殺到人的方法給大家 然後在觀看這部影片學習之前 我建議你急停這件事情務必要有一定的基礎 還有心裡要沉著冷靜 不要看到對方拿衝鋒槍或步槍狂撲你 就緊張想著快殺死對方然後一起狂撲 那一定是成就不了沙漠之音對槍的能力喔 然後 GCX GO CASES 一款真正可以免費獲得CSGO造型的APP上線啦 輸入SPYRAL 立即獲得金幣 和SPYRAL一起O起來開箱抽槍吧 首先預秒點很重要 我們選上一支沙漠之音死鬥的影片來說 沒看過的朋友可以點一下右上角喔 在這支影片中 第一槍我拿沙漠之音死鬥那段的1分26秒這裡來說 當你聽到右邊是553的槍聲 剛好我是警方就立即判斷右邊洞口是歹徒 這時你得要拉在頭線的位置 然後閃出急停一槍帶走 可惜SPORT 第二槍來到2分52秒這裡 當經過途中聽到狙擊槍聲後 瞬間探了一下雷達發現是敵人 於是將準心擺放至頭線 等敵人走進來後 立馬急停射擊爆頭 不過可惜後面秒下一支太慢被打死了 接著是甩槍 這個部分我建議可以直接在練習場訓練即可 因為打這麼久的經驗告訴我 需要你甩槍的時機點往往不比玉秒來的好用 在1分40秒這裡我將門口出現的歹徒擊殺後 聽到T加部分有人在對槍 果斷過去查看 發現目標 甩過去爆頭 在3分40秒這裡我將中門歹徒補掉後 隨即而來的是左方的一聲狙擊槍聲 直接告訴我 嗯...不對 於是透過木槍探過去 確認目標 甩槍爆頭 最後是後座力回復 這點是最為重要的 當初我剛把步槍打得順暢右準的時候 一切到沙漠之音就算瞄準他人一樣打不贏 就是這件事情所造成的 還有如果你愛狂潑水的話 槍支後座力也會越來越大 會搞得恢復越慢 導致你和敵人對槍失利 然後 你再等待 所以你要知道 沒把槍支的後座力回復時間不一樣 如果用格洛克打起來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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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沙漠之音呢 沙漠之音呢 很慢對吧 這裡我就不跟大家用很精準的時間來說明 大家實際對槍的時候主要還是用感受的 所以直接體驗一下我這段練習的射擊間隔時間吧 記得把這個感受給背下來 各位了解了吧 不只是急停你得做得好 你必須槍支後座力回復後再急停射擊 才有辦法準確且有效喔 最後那一定有朋友會問 新手怎麼用殺木鏡殺人 我教你招 你只要跟在隊伍旁邊 等他開槍的時候上前補上一槍在敵人身上 基本上都會賺啦 所以你想賺分就多練補槍偷分就好囉 影片結束囉 喜歡SPYRAL的影片歡迎大家幫忙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想在1000訂閱以後開始也來玩社群每天和大家互動 請大家幫幫忙囉 另外 這部影片之後我也會將近期有留言的朋友 抽幾位來放在片尾跟大家互動喔 所以各位如果有時間也歡迎多多留言喔 我是SPYRAL 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小鈴鐺 片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